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20日表示 中方认为新冠病毒源头溯源是一项严肃的科学问题 必须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进行研究 这是一贯的 明确的 当被问及是否提及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时 华春莹表示如果世卫组织专家不在美国进行类似的研究 那么他们在武汉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片面的 毫无意义的 我们的立场一直是 溯源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 必须交由科学家来进行严肃的这样的一种科学的考察和合作研究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对这种新型的病毒有个科学的了解 便于今后呢 更好地来应对类似的公共卫生的危机 关于德克里特堡 我想这个话题不是由中方首先挑出来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在前年六七月份的时候 美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上面有大量这样的报道 我们感到很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当前年六七月份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 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的一些事情 以及此后发生的电子烟大白费疫情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没有做调查 反而删除相关的报道 那么在国际社会多次要求美国就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的疫情关联做出解释的时候 美方为什么三见齐口 没有任何人出来做任何的说明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华春莹表示 中国无意误导公众的判断或世卫组织调查团的工作 我还是强调那句 我们中方的观点立场非常的清楚 这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要去误导 误导人们的判断 或者说误导世卫组织专家组的这种调查 没有这样的意思 中方对于世卫组织一直是坚定的支持 并且寓意了密切的有力的配合和合作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应该像中方这样 给予世卫组织坚定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